据路透社报道 截至当地时间17号上午 热带气旋加布里埃尔在新西兰已导致至少7人死亡 上万人失去家园 流离失所 目前 在受灾严重的霍克湾 一些河流洪水持续 许多道路还处于封闭状态 仍有不少居民被困 新西兰应急管理部门称 空中救援和地面搜索不会停止 不确定死亡人数是否会进一步上升 受拉尼纳现象影响 新西兰北岛今年降水超过往年同期正常水平 半个月前 奥克兰遭到罕见暴雨袭击 引发洪水和山体滑坡 导致4人死亡